大家好,这里是穷奢吉语,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2022年2月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 以美欧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俄制出多伦的金融制裁 在所有经济制裁手段中,最严厉的当属Swift支付系统制裁 其严重程度被视为金融核弹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过往仅有伊朗及北韩遭到Swift支付系统封锁 伊朗的GDP成长率更在封锁之下,直接从正成长衰退为负成长 本期就要为各位介绍Swift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组出Swift会被视为金融制裁的终极手段呢 首先,Swift的全名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是连接全球银行业的金融通讯基础设施 该组织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比利时 主要是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 其中如比利时国家银行、美国联邦准备系统、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日本银行 都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内的重要成员 整个协会由全球200个国家将近1.1万家金融机构所组成 不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不持有资金也不管理账户 根据资料,它主要是为金融机构提供安全的转换系统 其所传送的是金融机构与交易者之间的金融保温 并不会实际处理金流 具体而言,每个金融机构或交易者之间都会有自己的Swift Code 透过Swift传送金融交易下一切所需的必要资讯 包括期息日、清偿的币种与金额、汇款与收款者账户 跨境转账相关的指令通信等等 包括银行、托管公司、投资机构、央行及企业客户在内 皆能利用交换结构化的报文进行支付或贸易结算 尤其是牵涉外币交易时,Swift更是种种之种的主干 每一笔资金如何流动的指引 都得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银行间扭转 确保各家银行知道资金该往哪里送 由此可见,该协会是跨境金流往来上的重要支柱 以2021年来说,他们每天平均处理的讯息量高达4200万折 包含了汇款、支付确认、贸易与换回资讯等 所以Swift对每一个国家甚至国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贸易到外国投资、汇款甚至央行管理经济 每一个层面是几乎都必须依赖跨境金融 任何一个国家被切断与Swift的联系 该国整体经济都会受创 那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 有哪些国家遭到Swift支付系统封锁呢? 只有两个,就是北韩与伊朗 2012年是伊朗第一次被封锁 当时在欧盟及美国施压下 Swift决定封锁伊朗主要银行 后来要一直等到伊朗与多国签订和协议后 2016年2月上旬,伊朗才重新接入Swift 多家银行可再次透过Swift进行跨境交易 不过恢复正常的时间没多久 2018年5月,美国时任总统川普 宣布退出欧巴马政府时期 所签订的暂停伊朗制裁核协议 之后逐渐重启加重对伊朗经济 至关重要的石油业制裁 也包括对伊朗金融、科技、汽车、飞机等 非能源领域制裁 20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宣布 全球多数银行使用的Swift系统 已切断与伊朗金融机构的连接 其中也包括伊朗央行 这个措施对伊朗影响甚大 因为不管伊朗认不认同美国 它都必须接受一件事情 就是美元绝对是大多数国际交易中 所使用的货币 遭Swift系统封锁后 伊朗的石油美元收入暴跌 并立即引发伊朗国内外的连锁反应 据悉,当时在伊朗国内 外汇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对伊朗货币利亚尔失去信心的民众 疯狂抢购外汇避险 造成黑市价格如火箭已飞冲天 2018年,伊朗货币利亚尔在封锁消息宣布后 从4万利亚尔兑换1美元 重贬至17万利亚尔兑换1美元 就国外层面而言 伊朗所生产的所有产品也难以出口 其因就是在于伊朗的商人无法收到美元贷款 为了应对制裁 伊朗政府随后展开严厉的外汇管控 不过,随着货币不断贬值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 导致伊朗国内的物价攀升 从青菜、肉类、鸡蛋、牛奶一路到主时无一不涨 物价大幅上升 与此同时,货币贬值也让伊朗民众的实际收入和购买能力大幅下滑 配上热议严重的失业率 许多伊朗民众皆面临生活上的困难 伊朗人被迫一物一物,采行一货贸易 除了伊朗外 另外一个被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封锁多间银行的国家 则是北韩 207年时,北韩不断施舍弹道飞弹 使得国际紧张情势不断加剧 在这个背景下,Swift终于发表声明 指出比利时政府下令Swift停止提供北韩部分银行服务 借以彻底断绝北韩参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权利 根据当时联合国的指控 北韩遭封锁的银行为Bank of Island 朝鲜大城银行和北韩KKBC银行等三间银行 因为这三间银行持续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管理秘密执行 满卖飞弹及大规模杀伤武器 联合国在调查报告中指出 尽管过去国际监队对北韩实施持续性的制裁 但北韩这三间银行在2016年仍持续透过Swift系统进行交易 除此之外,在Swift发表声明前 其实不少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在2016年时,美国财政部就将整个北韩金融体系 认定为首要的洗钱机构 但Swift迟迟未终止相关服务 不顾国际禁令而与北韩维持交往 恐已违反美国法律 由北韩跟伊朗的案例看来 逐出Swift几乎是金融制裁的终极手段 更被称为金融核弹 因其会对受制裁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而组成 根据世界银行组织数据 伊朗在2017年时,GDP增长率还有3.755% 但2018年扩大制裁加上Swift出手后 伊朗2018年GDP成长率下滑为负成长,衰退至-6.026% 而伊朗在第一次2012年的封锁时,其经济发展也是受到重创 GDP成长率从201年的增长2.646%衰退至负成长 2012年时,其GDP成长率为-7.45% 不过,这样的制裁并非毫无成本 当Swift寄出封锁后 除了受制裁国家会受到严重的经济影响外 与受制裁国贸易密切的国家也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形同一把双面刃 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例,国际金融协会当时曾警告 若使用Swift系统制裁,恐怕会导致自身经济受到打击 举例来说,如果某家美国企业 想用存在美国某银行账户的钱付款给俄罗斯公司 而卖方银行账户不巧是遭到制裁的俄罗斯银行 那么,美国这家银行就无法处理这笔支付款项 导致交易受阻 而制裁有可能导致俄罗斯出口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就另外一方面而言,在非得进行贸易的状况下 也有可能迫使他国以其他货币进行结算 在伊朗的案例中,当伊朗受到制裁后 许多国家都被迫开始了新的办法 比如印度,印度有80%的原油依靠进口 伊朗为印度的第三大石油来源国 于是在伊朗被Swift系统封锁后 印度与伊朗达成协议 以印度卢比而非美元来购买伊朗原油 以2021年俄罗斯经济实力来看 俄罗斯2021年的GDP总量估达到1.7兆美元 是全球第十二大经济体 俄国也是继美国之后 Swift全球银行间支付系统用户数量第二多的国家 有约300家俄罗斯金融机构使用此系统 也因此,全面将俄罗斯组出Swift系统 势必衍生出新的问题 就现状而言 Swift无庸置疑是全球最主要、最重要的支付体系 但却不是全球唯一的支付系统 根据资料 俄国自己也有一套支付系统 只不过规模不大 截至2020年年底 只有23国参与而已 而中国也有一套体系 那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截至2020年年底 Sips可以与全球171个国家进行连接 意外没引述 前美国内政部制裁政策首席副协调员分析指出 若俄罗斯转向与Sips连接 变得更加依赖Sips 这种发展下 长远来看 利用Swift制裁俄罗斯 或有可能削弱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 其优缺点还很难有定论 好了 这一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